好,我们现在开始继续 我们把这个 继续画 画几个蝴蝶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 我们这个叶金给勾一下 叶金不能等它干了 现在差不多半干了 我们就开始勾叶金了 画个小提头笔 稍微蘸点墨 中等墨色就行了 中等墨色 中等墨色 把它这个叶金 写小字 我们都讲过了 写小字 各个不同的方向 把这叶金给它穿起来 这个也是 画外去 画外去 好 旁边再点点这个 因为它有一些卷边 因为它有一些卷边 我们再点一下 卷边 点它一下 把这给画一下 叶子 叶子 叶子如果是淡子的话 你就用淡墨勾叶金 它种了 你就用重墨勾叶金 这是要有区别的 像写字一样的 不要太规矩 不要太规矩了 好 好 我们画蝴蝶 蝴蝶拿个小笔 小的叶金笔 这叫叶金笔 我们来蘸蛋墨 不要太重了 也不要太阴了 先把蝴蝶的翅膀给它画出来 我们都讲过了 蝴蝶怎么画 比筋稍浓一点 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把蝴蝶 还继续给它完成了 这个画 先把蝴蝶染一下黏色 首先我们用蛋纸石 把墨线给它照一下 墨线用蛋纸石照一下 包括这个墨稿子 不能太湿了 太湿了 怕它阴的太狠 给它渲染一下 渲染一下 好 打个底 因为我们还要染颜色 打个底 好 我们现在开始把颜色给上一下 我准备用这个 这个三绿 然后加点藤黄 三绿加藤黄 好 我们先把这块给染一下 好 我们先把这块给染一下 往上染一下 好 把色列染完以后 再换一支笔 可以换个小一点笔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因为蝴蝶搬上也很多很漂亮的东西 颜色 染那个猪沙 猪沙是比较 是避邪的一个颜色 猪沙 我们看一下 然后在这里面 点一下这个 红斑 点一下红斑 然后呢 我们再把它 避避以后 再调点这个藤黄 藤黄 加的白 当然你也可以弄其他颜色 也可以弄其他颜色 当我看画面里面 我需要让它颜色 稍微再丰富一点 根据你的画面 根据你画面里的感觉 画面里面的 这个颜色 你可以让它 丰富一点 因为我觉得 这画面里面的颜色 比较少 我觉得让这个蝴蝶的颜色 稍微多一点 蝴蝶颜色稍微多 然后呢 加一点重磨 加一点稍微重一点磨 干嘛呢 我们先 可以点点 稍微再重 再给这点点 一些斑 一些花斑 然后我们再用点这个 稍微干一点的笔 我可以稍微再给它修一下 好 整个来双了 这个颜色就涂完了 在下面再开始 下面给它来点 因为这块和这块 它俩得有个 有个连接 有个呼应 那我们现在就要用个 花青 花青是我们绘画里面 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颜色 挑点花青 淡花青 这个淡花青 画这个花鸟画就是色彩比较丰富 丰富的让人看得好看 淡花青 非常淡的花青 好 这个淡花青 我们要把它和它 让它们直接 用这个笔 很淡一点的 很淡一点 让它们直接衔接上去 看 它们之间就衔接上了 然后我们再把叶子给照一下 淡花青 让它们再统一一下 统一到一个画面里头 淡花青是起的作用是非常重的 非常重要的 我们把这个 你看哈 把这叶子 把这叶子再给它 给它照照 再把这个叶子 加点水 居然一来呢 它们都统一到一个画面里头了 都统一到画面里头 这基本上我们就画完了这个画 然后一落款盖章 就行了